第二个我们要填满这一张一张的图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填满这一张鸭子 然后呢一个鸭子重复填16次 也就是总共会有16个 当然也许你可以更多 也许你可以更少 不过前提你可以发现 它的尺寸一定要符合 刚刚好 也就是说它是800乘800 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个鸭子的大小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除以多少 有同学还用纸的 就除以4比较好的 对每个就是200乘200 OK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张图多大呢 这张图它的那个尺寸 你可以点这边 它预设是文件 你可以点击这边 把它显示成什么 它的尺寸 那它这一张就200乘200 所以这别注意 以后你跟它沟通那个图的大小 千万不要用公分 我讲过了 如果你用公分 人家就知道你是外行人 OK就是这部分 就是像素 也就是这张图多大多小 那也就一般 如果说你今天 你是用那个什么 数位你用相机拍出来 或者你用手机拍出来 假如说是什么 1200万像素的话 那一般的话 大概宽 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去查一下 也就是宽跟高相乘 结果就是它的尺寸 它的那个总像素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假设这一张 如果人家问说 请问一下你这张图 总共有多少个像素 多少像素 那200 宽200 高有200 所以这张图 请问它的像素是多少 这个乘这个多少 就是多少 4万嘛 所以这张图的总像素 是4万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说你今天 是一张那个 比较大张的图 像如果说你今天 宽度假如说是4000 一般是这样的 也就是你今天 一张图4000 高度大概是3000的话 相乘起来 请问它的总像素 是多少 相乘吗 对就1200万 所以如果你1200万像素 你把它看一下 它的尺寸大概就是 宽大概就是4000 高大概就是3000 就会是1200万像素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相同的像素 你把它放在一个空间里面 它的像素跟像素的距离 一定会更近 那什么叫做像素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 总共有200个点 200个点 你可以从左边到右边数一下 你想说老师 这哪有点 其实为什么看不到点呢 Ctrl加 你就一直按 因为它的点太小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看到点的话 你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图 把它放大 放大之后会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点了 还是看不太出来 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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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点了 有没有 那里面的这个就是叫做像素了 一个一个方方的 那为什么看起来没有点 因为我们的眼睛没办法 除非你眼睛里面有放大镜 你可以把它放大 就会看到点 那也就是说那个点的距离越小的话 相对的看起来会越细致 这个就是这道理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利用我们视觉上面的那种什么 就是没办法放的那个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一张图 像素越多看起来就越细致 同样的道理 OK 所以大概逻辑应该可以懂吧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什么是像素 简单讲起来 就是有颜色的点 有颜色的点就是叫像素 OK 然后呢 那人家问你 请问一下 那总共有多少种颜色 电脑可以显示多少颜色 其实也很好回答 它就RGB 3颜色 R的话呢 就是2的8次方 256种颜色 那 G就绿色 也是256 B也是256 所以把三个相乘 答案的话就出来了 两个相乘 就是2的24次方 你们2的8次方 三个嘛 应该简单数学 这应该不难理解 所以简单讲起来 简单回答就是 总共会有一千多万种颜色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就是让各位稍微了解 那今天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一张图 Ctrl A 假设我今天用最简单 Ctrl A Ctrl C Ctrl A是全选 Ctrl C是复制 那我当然可以用什么 贴上 Ctrl V 贴上 有没有 这一张就过来了 再利用移动工具 有没有 移过来 移到这边来 那你怎么样 可以放 可以啊 那下一个怎么办 再Ctrl V 再放 Ctrl V再放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问题啊 这个方法比较笨 因为你要做16次 那如果那个图很多 你不要做100次 如果100个你就追选 所以有没有更聪明的做法 当然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什么 第一个 请你 我刚刚用Ctrl A 把它取消 Ctrl A就全选 跟那个在Word里面 或者其他地方 不是Ctrl A一样 那我如果说 今天要把这张图 快速的放到这边 你可以先用 编辑里面 有一个叫定义图样 什么叫定义图样 就是把这个图 变成一个 一个类似像底图 按确定之后 然后呢 再切到这边来 利用编辑里面 有个什么 填满 那填满 我们本来是填满一个颜色 不过你可以发现 除了可以填满颜色之外 它还可以填什么 填图样 也就是你先定义好一个图样 再把这个图样 利用填满的方式 把它填上去 那尺寸呢 因为刚好是200 所以填上 这边有个定义 这边有个自定图样 有没有 你会发现压子过来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很简单吧 以后如果你尺寸算好 然后你就把那个图样定义好 再来填满图样 好按确定 它会怎么样 帮你把压子就放进来 所以很简单吧 就是先定义好了 不过你要理解那个道理 为什么刚好填过来 刚好四个 因为它刚好200乘200 那宽度800乘800 刚好填上四个嘛 OK 要整除哦 你不要说不整除 如果不整除的话 刚好切一半 切一半就怪怪的 那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利用什么 用那个你的大头罩 比如你要冲洗大头罩 如果你去给冲洗店 它会收你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自己做好之后 再拿去冲洗成五乘五 自己减的话 那个会省很多钱 一张才三块 或四块钱 好 那如果你去给冲洗店做 它会给你收一两 一百两百块 那当然算下来 那你如果自己加工一下 不是便宜很多吗 OK好 那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试试看 我刚刚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的话 你就怎样 先把这边 先定义成什么 图样 对不对 定义好图样之后 再到这边做什么 编辑里面呢 填满 找到什么呢 图样 它里面呢 可以让你选 所以你可以选很多图样 一填上去 全部都填满 OK 第一步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感谢观看